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威尼斯电影节》早就是老情人的关系了 在2010年 《威尼斯》就获得《威尼斯电影节》评委会所 《威尼斯电影节》给他颁奖的 这是粉丝昆婷 这是华语电影人首次获词殊荣 也难怪《威尼斯电影节会》将追捕 名列在嘉宾展映名单上 《威尼斯电影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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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捕回来了 追捕阵容强大 张汉宇 七威 福山雅治 和剧院 詹藤公 终于韩三国演员都集结了 他们大多在动作电影方面都有丰富的经验 张汉宇美工和行动的余热都还没过去 而看到福山雅治 有没有想起《威尼斯电影节会》 旧的红毯上 《威尼斯电影节会》 追捕其他主创意气亮相 当天 吴尼斯的妻子也一同来了 有个有爱的片段感动了大家 就是进场时 吴尼斯妻子叫住了吴尼斯 为吴尼斯整了整领带 进场之后 现场媒体闪光灯从头到尾不曾停下 可见吴尼斯在国际的影响力 张汉宇一身概念的西装 精神绝说 很难想象已经五十多岁的他还在挑战动作电影 而他主演的动作电影 却又好像被他量身定制的一般 无论枪战还是肉搏 都能贴合个人特制 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 张汉宇在片中饰演杜秋 是一位正直的国际律师 却在一场万会之后 被主控沙海版会上的美女 她要如何才能摆脱污线 成为影片故事发展的关键 片中 张汉宇为了塑造角色 甚至要学习都国语言 英语日语都在片中有所表现 相信张汉宇这位荧幕硬汉必将给我们带来惊喜 其微没有像一般走红塔的女星那样 春低胸 高开叉或者大露背 指 是低调的穿了一件剪裁设计都颇有个性的裙子 颜色也偏向深沉 不张扬 凸显出了她的真性美 同时 绿体剪裁 也显得她身材好看 在本届威尼斯一众花花绿绿的女明星中 堪称一股心流 其微在追捕中是燕真有美 在谈起这个角色时 她说自己已经拼尽全力 只为不让大家失望 富山雅致在本届威尼斯可算得上赢家 在主竞赛单元 她就有与世之遇和合作的影片 第三次的杀人入围 也曾在第三次的杀人发布会上与广赖灵异器亮相 追捕剧照 但是在追捕这边 富山雅致更帅一点 她在片中饰演一位烂首神探 一直坚信不能放过嫌疑人的她 不断追捕张韩宇饰演的杜秋 但却总被杜秋逃脱 她心有不甘 却也在深入的调查之后 逐渐发现了案件的一点 于是与杜秋一起寻找世界的真相 追捕在维尼斯首映当日 影院门口早早抬起长龙 有些瓜 种来晚了 影院座位有限 不幸没能进场 追捕与日版追捕同名 但与其说追捕翻拍自日版 不如说中国版追捕与日版一样 都改编自小说蛇过泛怒的河 日版追捕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 几乎红到万人空向的地步 即使是已故的影片的主演高仓店 都不能理解影片在话的这种热潮 吴宇森在拍追捕 想超越很有难度 所以他绝对不会一百一页遵循前作 而是按照自己的风格与理解 做了最大限度的改编 按照上文透露的影片见解 可见影片依然延续经费骗你追我主 斗吃斗涌的经典半醉片道路 说起再次操刀动作电影 吴宇森惨言自己有点手痒 两只手都痒 追捕威尼斯发布会上的吴宇森 根据吴宇森的透露 影片最大的看点是过瘾子枪战戏 以及张韩宇和福山雅治的双雄对决 双雄搭档非常完美 一个是中国硬汉 内心也有 柔情 一个是日本警探 又正又邪 两个都各有褐色 非常有新鲜感 除了精彩的双雄对弈 动作枪战戏也更未突出 吴宇森在动作方面做了大量精心设计 以此来显露人物的本色 其爆料到单手开双枪等场景 足以掉足观众的胃口 正是枪战双雄的设定 让吴宇森毫不犹疑的决定拍摄本片 无论双雄 枪战 还是动作 都是吴宇森最得心一手的事情 所以影片在威尼斯电影捷补一上映便好评不断 在影院里 有外国记者边看边互过瘾 影片获得好评影片结束后 现场响起长达十分钟的雷鸣般的掌声 在影后的随机采访中 影片也获得诸多业内及媒体人士的高度评价 有媒体称 这是一部吴宇森的经典之作 相当享受的观影过程 超乎想象 跟舞蹈其他好莱坞电影不一样 也有观众说 影片延续了舞蹈一贯的风格 狭义 强扎 英雄 纠美动作戏完成度 和看性非常高 齐威和张寒宇感谢媒体的热情关注 追捕在威尼斯的展映 可算是大获全胜 好看 精彩几乎成了观众普遍的形容词 所以 期待11月24日 追捕在国内影院上映后 让大家润血沸腾吧